主料,豆腐一块半,蘑菇十一个,主料,油,盐,葱,蒜泥二半,干红椒一个,豆瓣酱,一小勺,姜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十分钟内,豆腐洗净切小块,锅中加少许食盐和清水,豆腐入锅炒一下,炒至黄椒水位,备好蘑菇,洗净切片,蒜泥,生姜,葱段和干红椒爆香, 倒入豆腐块,加少许食盐,添加少许精水,倒入蘑菇片,锅铲滑锦下,喝云,逼少许老抽,增色,放少许皮线豆瓣酱,炒至烧开,倒入食锅中,大火断开后,转小火再炖五分钟左右,看到豆腐豆腐起来,撒少许葱花干红椒装饰即可,烹饭技巧,一,吃鲜豆腐加盐桌水, 不仅可以吃除豆腐的黄椒水位,还可使豆腐更加鲜呢,二族话说,乾滚的豆腐,万滚的鱼,就是说,豆腐顿时间长点,更入味更好吃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切牛C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